現在我在鏡周刊所講的一切都是事實 那我現在也要正確跟許先生講 尊重我的老婆、尊重我小孩子的選擇 那我現在只是希望說 這個事情不要再來找麻煩了 因為對我老婆現在傷害很大 我老婆為了11月4號被黑衣人洗洗的部分 已經差一點流產 送進台湾醫院化了急診 我希望許先生自己講的話要負責任 我所講的話都有憑據 你對我的威脅、對我的恐嚇 我現在要去派出所正式跟你提告 因為我有城鎮錄音檔 我都有 而且我老婆那邊也有城鎮錄音檔 你之前跟我老婆的對話 所有事情我們都一定會拿出來